各位分開時 這麼多學生都在準備科技 希望可以更做心目中的學校 如果是導師館人條摸摸 現在就連南道館政府的大廳 也遇見了這麼多來讀學生 他們都利用學科時間來這裡探索做功課 南道館長林明珍知道了到 也特別來關心這項小孩 南口高中 南口高中 你們現在南口高中這個好不好啊 花時間來看學生林立立足 甚至不知道要怎麼開工 香港看到館長出現 學生林立是非常緊張 你知道她是縣長嗎 哦 我知道啊 嗯 暗時七點八 館長有大廳出現這麼多請坐好的學生林立 拿到學校的車本來這裡準備科技 來到館長林明珍 特別早來不願開工 了解現在學生林立的訴求 好 是不是要快快考了嗎 這禮拜 這禮拜要考 那多多努力一下 對 好 縣長祝你們考上理想的學校 好 謝謝 那快要捅車了 然後就想說來這邊讀一下 那怎麼選擇縣政府 就同學都來就一起來 那個放學打車來這裡 的時候想說可以順便來這裡跟同學一起討論功課 然後放學完之後再打車回去家裡 我每天晚上有時候來到這邊加班 看到我們大廳有好多的學生在這邊吻喜哥哥 那麼我就覺得看了就非常高興 還不錯還有這麼多用功的學生 跟圖書館好相比高 雖然沒有切可以做 不過很多做 像是做老子 也只是一邊打車吃泡麵 這種圖書館不可以做的事情 只有來到館政府大廳 才有辦法達成 是欠了這些學生 所以來這裡打車 跟圖書館有得比嗎 圖書館差不多 差不多 我也想不到他為什麼會找這個點 來這邊溫習功課 他們也許來這邊溫習功課 環境比較好 因為這個溫度又適重 所以他們來這邊也不會覺得很冷 也不會覺得很熱 不會太熱還不會太冷 門口還有警察臺人收穫 是由政府大廳 也有這麼多學生 你哪兒拼港口的好處 不過也有學生歡迎 電費沒夠更 對此 政府已經在這兩天 將電費換做LED 也會等開電費的時間 上午到晚上10點半 才會關起來 繼續我們上次報導